哈嘍 大家好 欢迎再度follow火灰色夜 在美国满食满活的生活 follow火灰色夜 美国满食满活之旅 今天我来到了哈佛大学 那我刚才从MIT就是Candle Square 这个站搭地铁来到哈佛大学 只要两扇波士顿的地铁 其实蛮方便的 只要2.4元一趟 那今天我们来到哈佛大学 最主要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自然石博物馆哦 那我们晃一晃哈佛大学校园 就一起去自然石博物馆哦 这个John Hopper的铜像 大家应该都比陌生 很多人来到这里 都要摸它前面的这 你左边方的这个脚 摸得亮晶晶的 那有人说呢 如果你摸了它的脚 之后你就可以申请到哈佛大学 所以我们陆续来了几次 也都有摸它的脚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回面说哦 美国的校园最喜欢的就是在 校园里头树荫下放很多彩色的椅子 让同学在午餐或者下课的时候 随时都有时间可以在校园里面 坐一坐休息一下 今天的天气很凉爽哦 昨天晚上下过云了天气非常的好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哈佛大学的自然史博物馆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哈佛大学的自然史博物馆了 分成三个部分哦 第一个部分是主要他们有 收集了非常多的矿物的博物馆 那第二个部分呢 它最重要的是有很多的动物的标本 还有一个最重要今天要带给大家看的就是它的 玻璃花的这个标本 那像我本身是教生物学的 这里面根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物教室 那第三个部分呢 它是一个主要的民俗博物馆 那其实让它开放的时间呢 也蛮长的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呢 也可以跟着婆菲生业一起来逛逛 哈佛大学的自然史博物馆哦 我们就进去走一走吧 znale赛 大家知道吗 在1790年的时候 有一艘叫做哥伦比亚号的船 当时候从波士顿离开 前往美国的西北部 最后航行到中国 来展开海踏毛皮的贸易 这个也是第一艘环游世界的美国船只 大家知道吗 哈佛大学的这个自然史博物馆 它是收集的这些标本 包括整个地球演化的 这个生物进化过程的 这个各种的化石 大家看到种类之多 非常令人叹为观止 不仅大家可以看到 各种生活史的不同阶段的标本 还让大家了解到 环境的改变 对生物演化的这个冲击 那火飞深夜呢 发现这个标本呢 不仅包括从这个 显微镜才可以看到 这个古生物的细菌 到整个巨大的动物呢 真的好像帮我们上了一堂 扎扎实实的生态研发课哦 在自然史博物馆里啊 还有一个世界级的玻璃花收藏馆 Botanical Museum 这些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植物标本啊 都是来自于Leopold Blasca 和他的儿子 Rudolf Blasca的创作 Leopold说呢 要成为一个玻璃模型的专业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一个爱玻璃的真主妇 那也就是说呢 这证明了我们家族呢 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呢 对于后代是多么的具有影响力啊 那Leopold的父子呢 他们原本在捷克呢 是从事这个珠宝设计的艺术家 那后来答应哈佛大学呢 来制作这些植物的标本的模型 那最重要的是想要用来做教学和展示用的 那他们花了将近半世纪的时间哦 来制作这些不仅具有科学意义 和令人看了屏住呼吸的这个美 这么美的作品 那至今我想呢 应该没有人可以超越他们的独特创作的能力了 那这些玻璃花呢 总共有超过800个物种不同植物的 这样子的一个标本 从兰花、雏菊、丝瓜 还有这些果实 还有毛毡台啊、猪龙草等 都是用彩色玻璃 然后来催制而成的哦 那这些玻璃制作的地点呢 还有材料哦 都是在德国 那后来呢 在他们过世之后呢 也捐赠了家族来捐赠给哈佛大学 那这些作品真的是可以说是 结合科学还有艺术的奇迹的作品呢 那我们看完的博物馆啊 是不是又看为观止呢 那走出来这边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还有一些花园呢 有很多的一些草本植物啊 哈佛大学呢 的生物学跟博物学 其实事实上 在全世界算非常的有名啊 如果有兴趣啊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哦 那我们看完了博物馆之后呢 那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哈佛大学旁边呢 有一些好吃的哦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我后面这一栋就是哈佛大学的图书馆 那在图书馆正前方的就是他们的教堂 也是每一年举办喀学典礼啊 还有毕业典礼的地方哦 那我们就到处看看哦 哈佛大学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 那我们都知道要申请哈佛大学不容易哦 不要申请大学的时候啊 那他们必须要填一个叫做AC自传的部分啊 那我们也在书店里面买到一本啊 就是50个申请到哈佛大学的故事这本书 那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如何能够成为哈佛大学的学生 他必须要有非常独特的一个个性 有领导世界的能力 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生的故事 那我想哈佛大学是全世界的人 知优的学生的梦想 那如果你也是有梦想的年轻人 也希望你可以走出舒适圈 来到世界有名的大学追求你的梦想哦 在哈佛大学旁边的这一个哈佛斯威尔的广场的这个对面呢 就可以看到这一家 这家书店 那这个书店呢 其实上就是跟很多大学连锁的合作的书店 里面就会卖很多大学的这个 呃 纪念品啊 还有T恤啊 然后或者是跟某一些名牌认证的一些商品 那其实上价格都很贵哦 那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书 包括我刚才说的啊 呃要申请哈佛的50个故事 还有呢很多SAT ACT的一些参考书啊 如果大家有了哈佛的话 就会来这里逛一逛 然后它行蛮大的 那旁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店呢 好吃的啊好吃的啊好玩的 哦在这边呢晚上也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一个走过来就可以看到这个 Coop Hover这一个卖很多纪念品的哦 很好 一定要告诉大家这家小朋友点非常非常的好吃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哦 要按赞分享还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影片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 下次见哦